四局下半的攻勢 從三棒的郭天信開始打起 抓第一球打內野的滾地球 林建蓋拿球之後 快傳一類傳偏了 Safe 這應該是個守備失誤 但目前以投手用球數來看 打者是不是要避免 去這麼快把球打出去 對 這個是打擊策略上可以檢討的部分 對 因為羅昂他前三局的用球數才38球而已 大家進去 這球選掉了 劉基鴻這個賽季 首個四外球保送 出現在此時此刻 擊到球的時候 擊到球 之後做了一個觸點 也點得非常好 戰術的執行 陳品傑沒有問題 對 這就是我想應該是 葉總為什麼會這麼喜歡 品傑這個選手的原因 羅昂今天已經投出了 四次三陣打擊 輪到GitGitOut 葉茨走出第一場 不過這個時候還是被騙到了 兩分打點 不過這個時候還是被羅昂的只差球三陣 羅昂用兩次三陣來化解危機 魏群龍隊無攻而返 四局打完 目前然是4比0 失對領先